The barrier between hiphop and jazz 很弱的地方 是因為我從同一個家庭 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主題呢 其實是因為我想要買衣服 我來韓國這麼久都還沒有買過一件衣服 所以我就想說要買衣服之前 想要先看一下別人怎麼穿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買什麼 我的相機就放在這邊啊 然後我在對面看 其實我超怕我相機被搶走 江南有名的是她美女很多 還有江南就很像台北的信義區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拍還蠻有代表性的 我剛剛在的地方比較像是逛街的地方 我現在往辦公區的方向前進 看一下上班族穿的跟逛街的人 是不是穿的不太一樣 好我已經走到辦公區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看 超多人在這邊抽菸的 所以由此判定這裡就是辦公區 所以由此判定這裡就是辦公區 可是有一種大家很認真上班的感覺 人好少喔 幫我拿著拍好了 主動出場 你們有沒有覺得一迪開光街區好像 除了人少很多就算了 連穿的衣服都差很多 就變得比較浮速的感覺 我覺得我如果要拍潮流的話 我應該還是要回去原本的地方 我們再走回去吧 我覺得在Soho好像蠻容易看得出來現在流行什麼 好 今年春末夏初走我的食尚 應該可以分成機內 那剛剛看到比較常路人穿的衣服 我發現都可以在江南地下街上看得到 那我就直接去把我結論的那幾類 在地下街裡面有在販賣的衣服 順便一起照給你們看好了 第一種流行的是 碎花型 剛剛應該看到蠻多的吧 第二種流行的是 氣質優雅型 像這樣子的短板 有一點雷邊的上衣跟 短的高 腰 小 裙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練啊 天啊 第三種 少女型 大概五分秀的素色上衣配上高腰短裙 第四種知道怎麼形容呢 這種的 可是這個我去年在日本的時候好像就還蠻常看到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今年正流行 可是賣的跟穿的人都還蠻多的 這樣的素 碎花上衣配素色的短裙 或是素色上衣配碎花短裙 這是剛剛在路上看到蠻多的東西 主的話會穿這一種的 非常優雅的感覺 價格還蠻便宜的 現在打折剛剛你們看到的這一件 三百塊台幣 其實沒有想到這位 真的 其實還蠻便宜的 這種的也很多 長版的 而且你看那個價格 現在是一萬塊韓幣 三百塊台幣 張蘭地下街真的是 非常適合大Shopping 所以這樣到底幾類啦 我也搞不太清楚 你們對今年春末夏初 首爾流行的感覺怎麼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 那 我再想想看下次的主題要做什麼 如果你們有任何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掰